這個東西已經準備了很久 這不是一天兩天 你的公務不可以排其他行程 去做一個迴避嗎 你一定要選這邊 這個擺明就是刻意要躲嘛 所以讓我覺得說 你越是採取這樣的動作 越讓我們覺得說 你中間是不是有鬼 那你找個副秘書長出來 然後也只是自視的 這樣照本宣科這樣答評一下 對我們人民真正想要知道的事 你到底告訴我們沒有 其實關於失焰案疑點非常非常多 因為之前總統府告訴我們說 完全沒有人設案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現在是連總統的 御廚都有買煙 那專機的廚師也有買煙 總統自己的貼身隨乎也有買煙 總統府以頭不知道多少人 買了這個煙 那你怎麼會告訴我們總統府 沒有人牽涉到這個案子 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總統府說謊 這是總統府說謊的事情 那總統府說謊 沒有人要出來負責嗎 只派一個副秘書長出來 講個兩句就算了嗎 這是 這讓我覺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議 已經變成說 好像這個國家已經完全沒有枉法 民進黨說了算的樣子 那更不要提 其實失焰案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大家比較少去注意的 就當時發了五台車 有兩台車裝的是奢侈品 只是因為他裝的不是煙 所以當時就是專業小組的人 並沒有去攔那兩台車 讓他直接走 那請問一下那兩台車裝了什麼 到現在給我們答案了嗎 而且今天在報告的時候說 在機上還有138條煙查到現在 還不知道買主是誰啊 所以你覺得這不會太不可思議了嗎 今天你說那個吳宗憲 他是負責買煙的人 他要買煙的時候 不管這個人是用代號還是用人頭 他總知道這個煙要給誰吧 不知道怎麼去跟人家收錢 最大的政治責任 就是像1.124一樣 1.124 吳英寧就是一直不到 這個議會去備詢 最後的政治責任就是 整個九合一選舉全面就是大敗嘛 現在蔡英文政府就是在賭這個政治責任嘛 他認為說我今天我就是 該總統五秘書長負責 我就是不願意出面備詢 那沒關係嘛 讓全國老百姓來給我打分數 來給我做這個看怎麼樣政治責任 民進黨我該我蔡英文政府 我該負什麼樣的政治責任 讓老百姓來評估嘛 我就是走勢相淹 我就是這個 我的總統專機就是載了煙嘛 要不然你咬我嘛 你咬我啊對不對 總統我在當啊 那現在你老百姓你煙捐 你應該要捐的嘛 你不捐你沒有淵捐 這個是我們那個政府 拿來的稅捐對不對 那你撕這些老百姓 你這抽煙當然就要漲價 那你其他有關係的人 不能夠用那麼貴的煙啊 抽不起啊 那當然就是必須用這個 總統專機嘛對不對 那你到底你陳菊到底要不要去備詢 我不去就不去啊對不對 當時是怎麼樣護吳英靈的 全黨籍所有的力量 就是要保護吳英靈啊 那保護吳英靈 就是負政治責任 就九合一就輸嘛 一樣嘛 這一次他就給你賭嘛 他賭說我現在 我蔡英文的民調感覺起來 我現在還是贏韓國瑜啊對不對 所以我敢賭這個政治責任啊 你能夠拿我怎麼樣嘛 只要老百姓不計較就好 你國民黨計較那麼多辦法 而且實驗案之後 蔡英文的民調也沒有下滑 沒有下滑啊 所以老百姓不計較嘛 老百姓不計較 我走失那麼多香菸 那你國民黨 你我要做什麼專案報告 你專案報告 我划除我月極人 我國母就是不來啊 你能咬我國母也開玩笑 對不對 蔡這個 欸花媽欸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叫他來 不來啊 你請得動他嗎 大號吳英零耶 你怎麼請得動他 搬都搬不動 對不對 他就是不來 你怎樣怎樣